台北捷运传出安全检查不时 遭到台北市政府调查 外包的建筑事务所到现场 勘验拍照 不但没有日期 也没有勘验人员入境 推荐之后 对方竟然交出了 合成人头跟日期的照片 当场开罚12万 只不过这安检作业 只派了一个人就能完成吗 北捷将要追查 是不是有官商勾结 台北捷运是许多民众 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 每天搭乘人数逐日增加 不过现在就传出 外包商安全检查文件 遭到北捷调查 都还在侦查中 所以我们这边不方便 发表任何意见 被点名的建筑事务所非常低调 据了解公司一名周姓员工 被传唤到案 他说捷运站的公安检查 都是他一个人负责 如果被市府退件 公司还自行合成照片 蒙混过关 市府了解之后 也针对三个站 制作不实的照片 开罚12万元 助理拍建筑师的这张相片 建筑师没有到场 助理拍一张空白的相片 空白的暂体相片 回去事务所再合成进去 北捷更发现 外包商申报的公安检查文书中 有高达72件不合格 照片日期 都是假的 拍照跟他key的日期 跟他事后去制作的日期 也是三个时间 虽然市府强调 公安绝对没有问题 北捷也已经和外包商解约 但安检指派一个人就够吗 北捷也将追查是否有关商勾结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